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 请在场委员推举临时主席 请问委员会对委员推举管委员担任主席有无异议 无异议通过现在请管委员主持会议 请问委员主持会议 请问员主持会议 报告大会我们现在开会 先进行本会期召集委员的选举事项 那么依据我们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第三条 我们要至召委两人由委员互选 然后今天召委的选举 因为各党团都同意推选的方式来进行 那目前所共同推选的召委是管委员碧琳和曾委员明中 请问大家还有没有不一样的意见 没有 好那我们就确定 那么现在做以下的宣告 第十届第一会期召集委员由管委员碧琳曾委员明中担任 那么今天第一次会议 呃呟曾明中委员 呃呃同意 好那是不是就由本席先担任今天的会议主席 好,谢谢 笨鸟先飞,好不好,谢谢 现在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咨询事项 那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 请到主席台前登记 与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 依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 发言后再行处理 现在请宣读 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四次会议议事成草案 时间中华民国一百零九年三月十三日星期五 十七日星期二 上午九十至下午六十地点本院议场 报告事项一 宣读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三次会议议事录 二日期委员赖斯堡等凝聚所得税法二案 税缺基督法遗产及赠予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 公益彩券发行条例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 两委员会审查 民法交施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八至九 民众党党团凝聚就业保险法 性别工作平等法 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十至十四 委员赖六永等凝聚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 立法院职权行司法 立法院议事规则立法院委员行为法 交施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十五至十七 委员林一华等凝聚电影法 学校卫生法 教育经费编列与管理法 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 十八委员王帝宇等凝聚 噪音管制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十九委员徐志荣等凝聚 性别工作平等法 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二十至二一委员林维州等凝聚 财团法人客家语言研究发展与文化推广中心设置条例 交内政司法及法治量委员会审查 跟踪骚乏防治法 交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 两委员会审查 二二委员林俊宪等凝聚 全民健康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二三至二六委员刘建国等凝聚 灾害防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农民健康保险条例交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 劳动教育促进法交教育及文化 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 营养及健康饮食促进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二七至二九委员洪梦凯等凝聚 学校卫生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 三零委员费宏泰等凝聚公教人员保险法交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三一至三二委员谢一奉等凝聚 性别工作平等法就业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三三至三四委员江启臣等凝聚 检碳无煤家园推动法交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 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三五至三六委员郑天才等凝聚 援助民族狩猎用枪支弹药许可与管理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援助民族健康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内政两委员会审查 三七委员郑立文等凝聚 跟踪骚扰防治法交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 三八至四零委员陈丁飞等凝聚 新经济移民法交经济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三委员会审查 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矿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 四一至一二四卫补部部国防部劳动部防保署运安会交通部通传会工程会 农委会经济部财政部审计部经管会中央银行主机总处行政院等 含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 一二五至二四三卫交部退补会卫补部环保署等含 为预算案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 二四四至二九四司法及法治委员会等含 为于年度预算执行期间请查查案 二九五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含 为于决算审议期限请查查案 二九六至三一零经济委员会等含 为于行政命令审查期限请查查案 三一一公报处函 为修正立法院会议录影录音管理规则请查查案 三一二本院委员管碧林 证明中委员当选第十届第一会期程序委员会召集委员 民进党党长提议整列一至四 委员陈迪费等凝聚农业保险法交经济财政粮委员会审查 动物保护法野生动物保育法森林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 五委员许智杰等凝聚交通部观光署组织法交司法及法治交通两委员会审查 六委员王定渝等凝聚农染病房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七委员黄国书等凝聚农学校卫生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 八行政院行情审议国土计划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民众党党党团提议整列九至十六 平均地权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房屋税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 不动产经济管理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尊严三中法大量解雇劳劳工保护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保险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 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 国土计划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咨询四项假行政院导物部分以本院委员咨询部分 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继续咨询 3月17日宣读完毕 好报告事项已经宣读完毕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请登记的委员发言 那目前有三位委员登记 我们陆续可以接受委员的这个发言登记 好那第一位请吴玉琴委员发言 有关这个第十届第一会期 第四次的会议议程报告事项 及咨询事项 建议照议事日志的草案 及各党团提议整类的报告事项通过 以上谢谢 好所以我们就列入一层嘛 就是这个委员的发言的部分 你们会列入处理 哦好发言完 好我们请第二位奖委员外案发言 好主席各位同仁 国民党团针对这一次民党团 所增列的报告事项第八案 关于国土计划法的部分修正草案 我们见请暂缓列案 我想最主要是因为 现行的国土计划法 事实上它经历过25年的严谨立法过程 而且它的目的就是在修复 已经受伤的国土 而且让过去不当开发的土地 得到修养富裕 而且积极的维护我们相关农地资源 确保粮食安全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行政院送进来的草案 事实上他们看上 就是农地山坡地取得成本低廉 所以呢企图透过这次的修法 打开国土计划法的保护伞 不仅破坏环境 而且也强害我们的农地资源 所以更让民众无法接受 以及许多的环保团体 农民团体 都站出来大声的呼吁 当全国上下各界 都在共同关注防疫的工作 无暇他库的时候 却在这个时间 试图偷渡 这么具有争议的国土计划法 目的就是要取得空白授权 让政府便宜行事 自意进行相关各类的土地开发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行政院送进来草案 第15条 第15条 照现行运作的方式 是中央部会 特别是内政部 他公布的全国国土计划 每10年进行通盘检讨 而县市政府 他所提出的国土计划 是每5年进行通盘检讨 是要维持国土计划的一个稳定性 但是行政院的草案 却在例外情况 竟然放入了 经行政院核定的国家重大建设 用这样非常空泛 而且不明确的概念 试图将民间财团的投资 纳入进来 破坏相关的环境保育 所以这一次我们国民党团 对于在防疫期间 行政院不应该将这么具有 重大争议的国土计划法修正案 送进立法院来 我们希望 也要求行政院 应该积极的 跟地方政府 跟保育团体 环保团体 农民代表 进行沟通 对话 再来检视这一次修法的必要性 所以我们国民党团 鉴请 我们今天程序委员会 暂缓将国土计划法 暂缓立案 以上谢谢 好 继续请林奕华委员发言 主席大家好 一样的我们在这边要 一样国民党团对于 这一次我们行政院提的 第八案 就是含情审议国土计划法部分 条文修正草案的部分 我们要表达反对 希望能够暂缓处理 尤其在现在都是防疫为重 大家都在讲 防疫现在所有的讨论 所有政府的工作 都以这个为主要 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 在这个时间点 大家在忙于防疫的时候 却看到行政院 送出了国土计划法的修正案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 亚裔 尤其105年1月6号 总统才公布 105年5月1日才生效 而且呢 在民党执政过程中 其实107年才公告了 所谓国土计划 这一次的这个修正呢 等于是让我们的国土计划 多了一个很大的破口 让我们整个的国土安全 以及所谓的土地正义 打上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对于我们整个法律 的威信 还有稳定 有非常大的伤害 刚才我们的书记长 已经有提到了 第一个是 我们不希望国土计划法 沦为国土开发计划法 这次经过这样子一个 所谓的空白授权 在草案第15条 国家重大建设 就可以随时来变更 变更 所谓的国土计划 这样一个所谓的空白授权 破坏了我们国土计划的稳定性 跟长期性 这个部分 严重的违反国土计划法的立法意志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认为 万万不可的地方 再来 在草案的24条 一样的 针对所谓的一般 所谓的没争议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没争议 就可以不用公展 不用公听 让我们长期培养下来 政府的透明 以及我们所有民间的监督的设计 都破坏掉 方便未来官商勾结 企图制造黑箱作业的空间 还有草案的第45条 原来地方是两年要送出 我们说的版本改为所谓的 为民定期限 用一定期限 难道一样 是国土计划公告时间 是由行政院说了算 想开发就开发 想正义就正义 我想民众一定 当然要质疑行政院 他的正确 所以这部分我们认为 齐齐不能做 这样子一个所谓的一定期限 搞不清楚是 两年三年五年十年 二十年甚至三十年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们还是做到 希望不要帮财团开后门 所以我们还是认为 应该暂缓 这个法案能够送出我们的程序 谢谢 好我们继续请林伟委员为周发言 好今天我们主要讨论这个国土计划法 这个第十五条的修正案 有关于这个 行政院提出来的这样的意见 就是要超越原来国土计划法里面 原有的规定 原有的规定 针对国土计划法 要做检讨 是要一定的严格的程序 尤其更重要的是 它有一个年限的限制 在地方政府 它可能要五年才能一次通盘检讨 那全国的 全国的国土计划 是十年才一次通盘检讨 这是原有的规定 那现在提出来的 这第十五条的修正案 主要就是要打破 这样的规定 这个当然 一定要讲出理由 那原来 国土计划法会规定说 五年才能一次通盘检讨 为什么 这绑手脚是有什么用意吗 它就要让它稳定性 你不能变来变去 比如换人执政 县市政府会换人执政 那不能前面执政的 已经在做了 然后你马上要改 你的通盘检讨还没到 你就要改 那国土完全没有 这个整体规划性 跟它的这个稳定性 所以才会定定这样子说 你五年才来通盘检讨一次 但是也不能说 完全不检讨 因为随着时势的变化 随着这个需求 地方的需求 人口的变迁 总总一段时间 要检讨你的国土计划的 变更程序 以及使用的目的方向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们认为 原来的规定就有 在用五年来规范地方政府 用十年来规范全国的国土计划 这样子是大家可以来讨论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不宜啊 把它全部这些限制 年限的限制都拿掉 所以只要行政院认定 院会认定说 这个是属于重大建设 国家重大建设 但是又没有明确的定义 你看所谓什么叫做国家重大建设 盖一个核电厂算不算 开一条捷运算不算 通通可以算啊 开发一个科学园区算不算 开发一个特定的某某什么园区算不算 通通可以算啊 没有明确的定义 那等于什么 所以大家才会说 叫做空白授权 只要行政院认定说 这个是国家重大建设 就是国家重大建设 就可以打破现有的规定 随时变更国土的变更使用项目 以及它的用地的编定 我们觉得这样子是 让国土的规划整个被破坏了 所以我们反对 好 防疫期间 不是不能讨论 我觉得所有的法案 既然你敢提出来 我们就愿意可以来跟你讨论 民进党敢提出这样的法案 一定也有他的想法 在立法院没有什么不能讨论的 OK 不过这个时机何宜吗 我们现在都还在审查 这个防疫的特别预算 也还没通过 那所以啊 我们认为 这个要审慎 在时机点上 还有将来的讨论过程 都应该要更透明 然后更多 让更多公民团体来参与 所以这个时候 不适合交付委员会 谢谢 好 我们继续请 专安委员瑞雄发言 谢谢主席 还有我们在场各位委员 刚我听了其实林伟舟委员讲的一席 我有一些感触 提到立法院来 本来在立法院里面什么案子 没有什么不可以讨论 甚至于你提到的 那些算不算重大建设 我认为全部都是啊 全部都是啊 但然后呢 然后呢 其实一个国家的一个重大建设 我们在这个国土计划法里面 这一次的一些修正草案里面啊 你像比如说你的15条里面 因应国家重大建设计划需要 那是要说 你就要去整顶行政业 合定的国家建设计划里面 要怎么去做事实检讨了 并更国土计划的一个规定啊 在我们程序委员会里面 我们不要过度膨胀 我认为我们都可以不要过度膨胀 你看从过去 我记得 我那时候第八回补选进来 那时候还算 说没努力了 那时候 你们在接触的时候 那时候程序委员会啊 那都在台上委员会啊 程序委员会讲讲完之后啊 讲讲完之后啊 没有人送完之后 你愿会也都没有讨论的机会啊 我反而会觉得说 我们这程序委员会 我们该审议的是说 程序到底有没有完备 然后这个案子里面 是不是符合我们本院 我们所有的 我们立马委员的一个职权 我们的这程序 看说这个秋色提案 有完毕吗 那内容是不是说 这个应该我们可以做的 你去从个案的做实质 这个在程序委员会里面 你就对个案啊 个别的法案做实质的一个审查 这个动不动我们程序委员会 现在你要跟人勾制啊 你要跟人战乱这种动议啊 其实我觉得也不好啦 我觉得也不好啦 这个也是过去程序委员会 被批评是一个太上委员会的太上委员会 外界这样的批评 从第九届以后 你看那个时候就多顺了呢 我给大家很清楚 就是说什么案 你敢提就是社会公论啊 各个政党你敢提出来 这个除了在野的监督 你是在同一个政党里面 他未必会有相同的一个见解啊 那刚好你提出来 又让社会上针对这样子 瞩目的案件 大家再共同来讨论 也不是坏事啊 任何一个行政院敢提出来 没那么好大啦 不用照片啦 行政医跟三个案来 弄自己的酒头 不容易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 是不是啊 沟通有所不足的地方 或认知有所不足的一个地方 你像比如说这一次重大建设 我也知道你们在怕什么 你们说那是重大计划 是不是 凌驾国土计划体系 破坏国土的永续的一个发展 那其实这一次也 这个法案里面倒谈到的 也不是只限说产约 这个园区和公共设施啊 不只只这样而已 请各位委员 其实再把整个法案 好好的去 把它再看一下啊 因为我们立法院也不应该 只审一个案件啊 不然大家都在防疫 我们只防疫就好了 那叫做本堂啦 只防疫 立法院里面光一个防疫呢 昨天就审完啊 再来剩下院会啊 我们有多少能量 是放在这个法案里面的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 政党提出来的 让政党接受社会公论 政党如果自己爆一个炸弹 刚好送给你 你一定爽死了 民进党送给我们一颗炸弹 你就把它接起来嘛 就这么简单嘛 所以我认为好好讨论 程序委员会 我都一直认为啦 这各个政党的想法 会有所立场 会有所转变啊 可是有一个中心思想的 就是说 程序不会被别人卡 其他的委员没有进来的呢 他搞不好想讨论啊 所以我们这里应该是看说 程序到底有没有完备 然后内容是不符合我们本院 我们这些委员的一个职权 那我们再去先去就个别法案实质内容 那我们再去先去就个别法案实质内容 那我们再去做 做那个 做那个 做审查了 那在程序委员会的那样战钩 那我们提出一些动议战软 行李钩制 那都心没中 我觉得这也没有道理 以上 请各位同仁呢 可以这样看 感觉 说得有道理吗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继续请程委员焦华发言 主席 各位委员 在过去这七八年 我从那个区域计划到国土计划 那我参加了非常多政府举办的宫廷会 然后都是自费 大部分都是自费 只有少数几次官方邀请的会议 那我大部分都是从台南 大车到各地 包括大部分在台北 所以也请假 那讲这个就是表示 这个事情是重要的 就是区域计划到国土计划到这个法 那我们以色子岛来看 台北市政府它很多年都不通盘检讨 所以虽然需要通盘检讨 可以通盘检讨 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可能就不通盘检讨 那到底有没有需要动用哪些国有地去做 所谓的这个非公有开发的这些开发案 那昨天在内政委员会 我有听到就是有一些民间投资的案子 然后可能行政院核定来做这个开发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要修这个法 不过不过因为在过往这么多年在各个政党的执政 其实台湾在一些生态敏感区或者是所谓的农地 山坡地的解边其实已经很多了 那这个数量大概也有好几万公顷以上了 所以如果今天政府他要去结合民间去做开发 其实是不用去修这个国土计划法 就是有很多区位如果要发展绿能 其实很多土地其实都可以使用 不需要再去做通盘检讨 因为你今天动不动政府如果说这个开发案不错 然后就要去核定 然后就要地方就要再去变这个国土计划 中央也要变国土计划 那地方等于就永远不要去定县市的国土计划了 所以感觉啦感觉就是以我的经验 或者是再加上这个民间很多团体 大家对这个法的修订是很多持反对的态度 那我以时代力量我们就是小党 我们还是要这个提出希望这个草案呢 不要复委去审查 那当然刚刚专委员也提到程序就是程序 我们也尊重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提的案子 能够多复委去审查 不过 不过因为这个案子我们也希望政府 行政院好好去盘点 他们可能未来这三年五年 他们认为不错的开发案 不需要透过去修这个法就可以去进行的 所以我是建议就是我们这个案子还有加上15案都不要去 我们就跟班农副委 谢谢 國土計畫法的修正草案 他可以任命行政首長 決定重大建設就可以不受 本法的規範 所以我們認為是有過度授權之嫌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也要提到 多年來很多的歷任行政院 院長 他所宣示的重大建設 後面其實也會成為很多的困擾 所以這也是有一些前案在前面 作為我們的一些警惕 所以在這部分的話 當然本席在這裡 雖然說代表民眾黨黨團 還是要尊重程序委員會的一個 最後的一個討論跟決定 但是呢民眾黨黨團在這個過程當中 也接受到非常多的民眾跟環保團體 甚至是很多的一些單位都來有陳情 那陳情的部分呢 也當然是希望是說 在這一個國土計畫法的這個修法的部分 能夠更加的去了解到 他這個授權過度的這個嫌疑 以及後續有可能會造成的詬病 所以在這邊的話呢 目前疫情也尚未見轉折嘛 那我們現在目前立法院也 大家對於條例跟預算也都是加緊腳步 在處理很多的事情 那希望說行政院不要在這個時間點呢 來強行去把他排入到議程去 然後要求立法院要來審議此案 所以民眾黨黨團這邊是反對 增列第八案的部分 謝謝主席 謝謝委員 謝謝主席 謝謝委員 有意義 有意義好 這個吳委員的提案剛剛宣讀過嘛 宣讀一下我們就進行表決好不好 好 來 委員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針對 第十屆第一會期第四次會議報照事項 質詢事項 見請照醫師日程草案及各黨團提議 增列報告事項通過 好 那我們現在進行表決 贊成吳裕琴委員提案的請舉手 9位 好 反對吳裕琴委員提案的請舉手 好 九位 九比九 出席十八人 贊成吳裕琴委員 反對九人 可否同數了 好 所以我很重要對不對 我很重要對不對 好 來 這樣好 本會的決議如果可否同數 好 那就應該由主席主席來決定 好 來 本席做決定之前 我想做幾個說明 第一個 我剛剛很仔細聽各位委員的發言 其中有委員認為說行政院這個版本算不算偷渡 我告訴各位委員 我們內政委員會第一個禮拜 陳鈺貞招委就排了政天才委員很重要的一個法案進來 沒有經過程序委員會 直接就進來了 第一個禮拜就進來了 那是原住民身份法的修法 這個修法呢 大幅放寬原住民同胞 個人就可以領養非原住民身份 那我們是認為說它會大量的大幅度的迅速的稀釋原住民的協同 那我們是認為不宜 但是我們委員會造審 而且審訓以後就出了委員會 所以國家的運作並沒有因為防疫 讓防疫變成好像是國家的煞車皮 國家的運轉也不應該因為防疫 讓防疫就整個煞住了我們國家的前進 所以以內政委員會這樣的一個經驗 我們希望本席至少我在做這個決定之前 我要請大家了解 我們不宜把這個版本進來當作是偷渡 來污名化這個版本進來的這個行動 那另外一個理由當然是因為時間的急迫性 各位請看我手中的這個時間表 這個國土計劃法45條包括民眾黨都有提案 不修真的不行 為什麼 因為它馬上跳票無法執行 這個法律的威信將置於何地 好 你看看這個時間表 如果我們有一個月的協商期 一個月的冷凍期來看 明天不復委就趕不上4月30號了 明天如果不復委 下個禮拜五如果不復委 禮拜五如果不復委 禮拜五如果不復委 就趕不上4月30號了 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將會被擺在那裡 一天過一天喪失它的威信 所以這個法不休是不行的 那現在進來的版本有15條有45條 那到底到時候什麼樣的版本內容會通過 融獲我們程序委會是不能預設實質審查的立場 去卡案 所以基於這個時間表的急迫性 我是想替行政院說個話 這個不是偷渡 那至於內容是不是空白授權 內容是不是空白授權 我是認為文字是不是妥當 我們應該在實質審查的時候 廣徵各界的意見 然後做最妥適的處理 那行政院這個版本 跟過去2014年的版本有做了限縮 2014的版本的內容呢 比現在這個版本的內容是更空白授權 大家知道2014年的內容 在國土計劃法第14條第三款 它的文字是這樣 就是政府為新訂或擴大都市計劃 或新辦國防及公用事業 後面跟行政院這個版本一樣 就是你看它連新訂跟擴大都市計劃 全部空白授權進來 沒有 因為我 因為我要做決定 對 是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好 沒關係 可以 所以我認為 沒有 我是在說明主席 對這個程序文會執權 我們的態度 好不好 主席可以嗎 好 沒關係 沒有 因為你要叫主席館 你要叫主席館 所以主席有必要做 好啦 主席 你大家都說話清楚 我們在這裡要做董事要做半年 大家說話清楚其實是沒什麼 我站在這裡說其實是一樣 因為主席現在沒辦法中立了 主席要表達了 我已經不是中立了 我要表達了 所以我現在不是說 我剛才沒說 好 所以一一給我現說 但是現說的夠不夠 我們認為應該要進入 實質審查程序才去進行 好 所以本席做的這個裁決 主要是基於本席 對程序文會執權的確認 希望延續第九屆以來 程序文會不當實質審查卡關的角色 而是以當作職權行司法第四條 所賦予的職權的一個忠實的執行者 程序文會組織 歸程的第四條 對我們的職權講得很清楚 本席認為應該 讓程序文會成為一個忠實的執行者 好 所以本席不認為我們程序文會 在報告事項要做實質審查 所以我是主張要贊成 吳玉琦委員的提案 那所以呢 贊成者是多數 好 我們就通過好不好 好 那報告事項 質詢事項 照原草案通過 對行政院院長提出 施政犯證跟施政報告 繼續質詢也通過 好 那蔣萬安等委員的提議 就不再處理 那接下來請討論 請宣讀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 3月13日 依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案 109年1月15日至110年6月30日 宣讀完畢 好 呃 本案依 朝野黨團協商決定 在3月13日星期五 院會進行處理完成三讀程序 討論事項通過 那請宣讀人民請願案 1 韓宋本院委員會審查者6案 2 1 請願法第4條日規定 系數應提起訴訟或住院之事項則有18案 3 1 職權行使法65條第2項規定 韓轉機關處理者有51案宣讀完畢 好 有無異議 有沒有異議請問各位委員 沒有 那我們通過 那有沒有臨時動議 沒有 來 主席做以下宣告 報告委員會針對本會實務的做法 做以下宣告 第一 有關報告是向政府提案 本院委員及黨團提案之收案截止時間 一例為每周四下午5點前 送到議事處會整並編入議事日程草案 二 各黨團或本會委員如譽增列提案 請於本會開會前一日中午12時前 以書面通知議事處 必納入本會開會時討論 如遇上述時間 請依序編入下次議會日程草案 三 本會開會當日上午11時前 宋志議事處之書面質詢 均列入當次議事日程質詢事項 四 本會開會時間為中午12時至下午20 一例上午11時30分起 與會議事辦理委員簽到 及發言登記相關事宜 請問有無異議 沒有異議?沒有異議?我們通過 好 現在散會 散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